這邊來問一下那個黃橋星豪 還問我嗎 對… 這邊呢 來 我要搭上包嗎 我的畫面非常的香 非常的香 所以剛偏臭就對了 我首先就說一句 你以前小時候有拿過紅包嗎 若是有的話 你長大就是得包 因為怎麼可能說 你小時候拿紅包好開心好開心 到了你要給的時候 如果你長得覺得捨不得啦 小氣啦 不想給啦 有這種事情 這是一個道義的責任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小時候為什麼過年要紅包 因為對於小孩來講 平常可能那個你用錢不夠 可是一下 一到過年的時候 可以看到自己好久不見的遠房親戚 可能表哥 表姐 表妹或什麼的 然後大家一起拿到了紅包 然後一起去買東西吃 然後在家裡賭博 你不覺得整個家裡的氣氛 非常的和諧 太棒了 對不對 好 再跟大家科普一下 為什麼現在叫紅包 其實以後壓碎錢 那壓碎錢的東西呢 就是因為以前就有傳說 就是晚上 大年生會有一個鬼 那個鬼叫碎 然後他會去咬小孩子 結果給小孩子摸到 這個小孩出來變成笨蛋 所以爸爸媽媽為了怕 小孩子變笨蛋就開包 那有鬼王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這裡真的發一隻鬼來 你是不是 太難多的 因為從我們剛剛三位 你們講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 你們的所謂的重點不是 該不該包 而是當你拿到 或是你給別人 你覺得說我包得少 快被人家唸 哎呀 我好丟臉 哎呀 那個小孩好討厭 首先你對自己沒有自信 你的價值由你自己來決定 你包給別人多少 你有能力多包 OK好 你多包 你何必對人家看不起你呢 你為什麼要這麼自卑呢 什麼沒有自卑 沒有被人家包得很少給你 我們沒有現在 但是別人的輿論壓力 那你何必要在意 你為什麼要把別人比你 你是Eason 你要磨出自己 Eason 這裡有網友問說 包紅包是個新意 那為什麼會有 像我剛剛講到的 有一個類似價目表的東西在呢 我覺得其實價目表 應該去講說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人 他可能OK第一次包 或是怎麼樣 他可能不知道說 怎樣比較不思理 或怎麼樣 你有沒有發現價目表也有分 可能說OK好 包給爸爸媽媽 可能是OK好 兩千 或是一萬 或是怎樣 那為什麼這個價目表 會有兩千 八千 一萬 這三個等級 代表說因為你可以 根據你自己的狀況 OK好 也許我今天狀況比較好 那可能我包了一萬以上 合理 但是你要是不OK 也有兩千的這個價目 所以它只是給你一個參考的 建議啦 對 就像是說過年 你也不可能包單數嘛 是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建議 你有能力包多少就包多少 多少都可以 OK了解 謝謝你 太棒了 謝謝我們正方的結編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有話想說 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變風向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變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喔 各位朋友 鬧變風向 趕嘴就來辯